第一个 我当然就是针对这张工作表来去做图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就是 插入 我们先画的是 2020年 那个出生 出生 各行政区的出生率跟死亡率好了 同时画出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 数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 我们 2020年 所以请把 请把我的 民国年 放到三选 因为我只要画这一年 全部里面的 109年 各行政区 所以这边 这叫行政 各行政区的出生率 放到死亡率 放到这个地方 那 记得 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们用 出生率 死亡率 这边 这边 这边的出生率 这边的出生率 是阿拉伯数字啊 等一下 这边 这边的出生率 是阿拉伯数字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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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直栏位设定 然后是 加总 确定 这个 直栏位设定 改成加总 那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把这些 是用百分比来去呈现 好 然后 小数位数 一位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去呈现这张图了 这张图 分析里面 枢纽分析 然后 因为它是一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可以用 折现图 来去呈现 这个插询我就先关掉了 所以 其实 这个 出生率 2020年 各行政区 我们在看的是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最好是 出生 大于死亡 对不对 有听懂 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 要来做这张图 这是2020年的这张图